月初的时候 日本防卫省表示要建造两艘万吨神盾舰 主要的任务就是拦截蓝席导弹 标准排水量两万吨 跟现在正在进行航母化的出云号差不多 从这个吨位就能看出来 新的神盾舰的设计理念就是大 大和号也是如此 标准的大舰巨炮 二者的区别就是神盾舰的武器装备都比较先进 什么标准3BOK-2A 标准6 日本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 以及12式导弹的对陆版本都能搭载 可以拦截弹道导弹 后续还打算加装激光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 堪称令和版大和号 不过对于新型神盾舰 日本内部有不少质疑的 认为新型神盾舰 可能会像大和号那样 实际作用不大 在实战中就是个靶子 那么实际到底如何 新型神盾舰在现代战场能发挥作用吗 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报道 新的神盾舰初步设计全长210米 闲宽40米 标准盘水量估计2万吨 满载的话估计都能跟基洛夫级巡洋舰摆摆手腕 搭载了原本用在陆上导弹防御系统的SPY7大型雷达 完全可以称之为重型巡洋舰了 预计在2027年开始服役 作为日本导弹防御系统的海上机动平台 日本建造2万吨神盾舰的原因也很简单 自家有两套SPY7有源相控阵雷达用不了 2017年的时候 日本打算花30亿美元部署两套陆基宙斯盾系统 也就是将海基神盾和标准导弹搬到陆地上 探测距离 精度和抗干扰能力都大幅度提高 也是英国的26型护卫舰和西班牙海军的F110型护卫舰使用的雷达 唯一的缺点就是体积大了一点 不过放在陆地上 大点就大点了 无所谓 只是日本政府没有想到此举遭到部署地点的民众的反对 于是被迫放弃了陆基宙斯盾的部署计划 只是合同都签了 就算是不用也要买 但是买了又不能浪费 于是日本就打算建造两艘可以携带SPY7的军舰 用于长时间海上反导警戒 不过这个吨位不带点攻击力那是不可能的 里面塞满了大量的先进武器 标准3 标准6 这种用来反导的肯定少不了 日本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 陆地的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 也打算装在新的神盾舰上 所以 神盾舰不仅拥有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 还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 武器装备多 吨位又远超其他军舰 跟大和号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大和号算是历史上最强的战列舰了 满载排水量7.3万吨 拥有九门460毫米口径的大炮 战力远超当时其他战列舰 这艘新型的神盾舰也是如此 标准2万吨的排水量远超日本现在的金刚级 摩耶级宙斯盾军舰 日本的时事通讯社也列举了神盾舰与大和号最相似的地方 使用了大量的自动化设备 预计神盾舰只需要搭载110名舰员 大约是摩耶级神盾舰人员的三分之一 加上2万吨的吨尾 估计全体船员都能有一个独立的房间 而且与饱受争议的大和号一样 新型神盾舰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对于这个初步方案 日本内部有不少质疑的人 觉得这种专注海上反导作战的军舰具体的作战效能不行 认为该舰超大的舰体对港头设施有很高的要求 必须停靠在航母停靠的大型码头 而且为了满足导弹防御和对陆打击任务 海上自卫队水面舰艇承担的传统反潜任务将被削弱 怀疑该舰对水下兵器的防御能力 虽然采用了隐身设计 但巨大的舰体仍使其成为敌方各种反舰巡航导弹 反舰弹道导弹攻击的绝佳目标 一旦在饱和攻击下两舰被击沉 日本本土战略反导防御网将彻底崩溃 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和大和号一样 造价贵但是实际作用不大 对此火力军只能说这些人想的有些多了 大和号有些争议不可质疑 毕竟花了那么多钱 结果没什么好战绩 平常处于打酱油的状态 上场后一艘敌舰都没有击沉 就被美军的舰载机群炸沉 这种情况没得起 但可以解释 大和号在设计的时候 整个海战的战场就已经从战列舰主导的大舰巨炮主义 转向航空母舰主导的海空一体主义 加上日本当时的防空实力本来就一般 这才导致大和号被炸沉 但是新型的神盾舰并不会如此 因为它并不过时 只能说它和当下大多数的战舰的方向不同 当下各国研发的新战舰 大多都是多用途的驱逐舰 防空反倒对地反潜 样样都能干 而新型的神盾舰则则是一个偏科生 反倒超强 其他方面则比较一般 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型神盾舰的吨位2万吨 吨位大也就意味着上面可以携带的武器比较多 除了那个大型的SPY7雷达 反潜对地的武器一样能携带 所以相对于日本现在的摩耶级宙斯盾军舰 新型宙斯盾的反潜对地能力并不会比它差 甚至说因为后发的优势会更强 就这样一艘比日本当下所有军舰都强的神盾舰 不见血亏好吧 而且新型宙斯盾只能算是日本海基反倒网络的一个补充 日本预警探测系统主要包括陆基海基空机预警探测系统 陆基预警探测系统有7部FPS3改进型雷达和4部FPS5雷达 海基预警探测由宙斯盾驱逐舰上装备的SPY1D相控阵雷达负责 空机预警探测有东京附近宾松基地的4架1767和13架12C预警机 就算是新型的神盾舰被打爆了 也只能说损失一艘军舰 日本本土战略反导防御网依旧存在 认为这两艘神盾舰被打爆之后 日本本土战略反导防御网就崩溃的专家估计是吃饱了撑的 新型神盾舰唯一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能否按时服役 按照日本的说法新版宙斯盾大约会在2027年服役 并且是2027年和2028年各建造一艘 那么日本能在这个时间点建造完成吗 毕竟2万吨的战舰 日本还没有类似的建造经验 出云集的吨位虽然达到了 但它毕竟是一个轻型航母 与驱逐舰的结构不太一样 而且新型宙斯盾使用的是SPY7 与日本现役的所有宙斯盾军舰都不一样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要设计出一种新的结构 难度和摩耶级完全不一样 火力军先抛砖引玉 可以 因为有出云集轻型航母 虽然结构不一样不能照猫画虎 但是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动 出云集的标准排水量2万吨左右 满载排水量不到3万吨 正好符合新版神盾舰的要求 或许日本防卫省就是这样想的 在出云集的成熟舰体上做大改 而且无论是动力系统还是舰内空间 出云集现有的设计都能满足新型神盾舰的要求 出云后安装了四部通用电器LM2500 IEC型燃气轮机 总推进功率可以达到13.2万马力 直接搬到神盾舰也完全能用 出云集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作为轻型航母的运作 舰内空间很宽敞 可以容纳多架F35B型战斗机 甚至还设置了战役级的航空作战指挥舱 无论是搭载SPY7型雷达 还是MK4E型垂直发射系统 甚至搭载海上的反抖拦截战役级指挥所 空间都相当充裕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多个先进武器设备的集成问题 吨位只能描述一款军舰最基础的尺寸性能 不同类型军舰之间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 出云集这类直升机航母也是如此 内部机库空间很大 能搭载十几架直升机 但对于驱逐舰 巡洋舰而言 搭载一两架舰载直升机就可以保证航空需求 内部设计自然就比较厚实 如果仅标准排水量吨位就达到2万吨这个级别 那么就意味着大量设备填充在内部 其设计制造难度是要远远高于出云集的 因为大量先进的舰载设备想要融合在一艘军舰上 不是简单的安装上去就完了 必须要针对各种设备所需要的内部支持 具体布局进行全面模拟 在某一的武器发挥作用的同时 不会干扰其他装备的正常运行 这就需要技术经验 日本在之前建造驱逐舰吨位仅1万吨左右 很显然没有经验 那这就需要日本靠时间慢慢磨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贵 2万吨级的排水量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驱逐舰 而且包括美国在内 预计会装备远超过现有驱逐舰战斗力的武装 美国拥有的宙斯盾舰也只有9600吨左右 大也就意味着花钱多 而且日本当前的技术储备不太够 比如最基本的穿浪逐船舰舰体技术 日本现在没有技术储备 也要花钱去买 日美预测该机舰的总建造成本 估计能4000亿日元 而日本现在最大最先进的神盾舰摩也好 造价也就1648亿日元 不过这个问题日本也知道 钱也给了 包括拦截导弹系统在内 该项目总投资将达到5000亿日元 虽然很多人不看好信心的神盾舰 但是火力军觉得很不错 首先第一点 新版神盾舰可以加装沙尔式导弹的改进版 日本政府此前宣布为了反击能力 将部署上千枚远程巡航导弹 说的就是这款 改造后射程将达到1000公里左右 能手能工 而且安全性会高一点 这种战略级的反导雷达与拦截系统 在战时肯定是优先度比较高的打击目标 而固定地点部署的陆基宙斯盾跑不了 到时候就成了你眼睁睁的看着弹头从你跟前过去 但是陆基宙斯盾变成了海基宙斯盾之后 情况就变了 这是个能跑的移动反导拦截发射阵地 而且人家在海上 你要时刻监控这两艘舰船还不容易 这一方面意味着你在特定战役方向上 组织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突防难度大大加强 而且之前两套陆基宙斯盾 一南一北固定部署 也只能分别按照两个特定的作战方向 集中力量打掉一个就能打出突破口来 现在改为海上部署后 等于是多了两个机动部署的反导阵地 日本海子可以根据威胁的需要 调整这两个反导拦截阵地的主要作战方向 这让其他国家同一时段 要对付的反导拦截能力一下子提高了一倍 作战难度和需要的导弹数都上去了 第二点 日本也确实需要一艘新的战舰 火力军搜查资料的时候 看到别人认为之后高超音速导弹和机关武器横行 这种大型的军舰就是靶子 确实这点没得说 按照现在的情况 高超音速导弹就是军舰的大跌 火力军不否认 在没有具体的数据和导弹轨道的情况下 高超音速导弹很难拦截 但不是不行 爱国者三都能拦截伊斯坎德尔了 标准系列再升级一下 拦住告示不是梦 除了这点 还有一个问题 别人的高超音速导弹和机关武器 日本也需要 虽然有和平宪法的限制 但是从日本近几年的军事发展来看 其实已经逐步正常化了 日本未来肯定会有高超音速导弹 与机关武器 在研发信心武器的同时 顺便把平台搞定也不错 在新版宙斯盾的计划里 本来就要安装高超音速导弹和机关武器 顺带一提 日本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究上并不算弱 在相关材料和动力装置等子系统方面 还有相当雄厚的技术优势 在高超音速武器这方面 俄罗斯研制出了告示导弹 美国完成了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工作 所以俄罗斯美国占据第一梯队位置 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及欧洲都属于第二梯队 而日本就是第二梯队的老大 上个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在路尔岛 成功的发射一枚用于测试超燃冲压发动机微星火箭 现在日本正在同时研制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滑翔弹 在2026年就能列装一种高超音速武器 至于机关武器着实有点远了 咱们暂且不做讨论 总的来说大型舰艇造价高昂而且目标集中 容易成为敌方针对的对象 目前世界海军的发展的趋势是舰艇多用途化 而且逐渐小型化 日本的新版神盾舰确实有些另类 不仅大而且还是一个性能特化的反导拦截防空舰 但这正是日本防卫省的战术要求 不管再怎么军事常规化 就现在来看防御还是日本的主流 在海基防空反导拦截上 如果日本海子不搞密职操作 那么日本新版宙斯盾的性能会非常强 除开高超音速导弹 其他的巡航导弹很难突破该舰的防险 而且新版宙斯盾的可改装性也不错 之后军事完全正常之后 三项五出二就能改成新版的全能战舰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 这艘令和版大和号还有什么作用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君 下期见